嘿 各位觀眾朋友好 歡迎來到我的遊戲頻道 我是沙魯神路 那我們今天要玩的是叫做史萊姆農場2 沒錯 它就是已經二代的遊戲了 我記得一代已經是大概六年前的遊戲 沒錯 一代已經是2016年的遊戲了 欸 好像有一款遊戲也是這樣一代二代差了六年 欸 好像是什麼豆什麼特工的嗎 好啦 所以呢 我們趕緊趁著這個二代搶先體驗的時候 剛出的時候 終於能玩到這樣一款可愛又悠哉的經營遊戲 聽說很容易玩著玩著就一整天過去了 畢竟就是經營一個牧場 一個農場 很容易把自己全身心都投入進去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吧 哇 我們一開始的場景就在一個很漂亮的玻璃溫室裡面 我已經看到 史萊姆了 史萊姆了 這是史萊姆吧 好可愛喔 阿怎麼沒有眼睛 跳一下 阿 有眼睛了 太可愛了吧 欸 欸 他對我有笑欸 好可愛 阿 襲進來了 賣罩賣罩 這個還有椅 這個還有東西欸 他的便便嗎 有了史萊姆才好 發家致富 把它射進去這個星星裡面是不是 左鍵 哎喲 欸 這就是他們的一個家是不是 吃掉的食物就會產出結晶 就是便便 我要去拿東西去賣 可以用你辛苦獲得的史萊姆結晶換新幣 將結晶射入 來 我們選擇第二格 然後發射 欸 錢好像變多了 加高木蘭 再會蹦蹦跳而已 很難逃脫 我還可以再去抓吧 這邊好多喔 等一下你們兩個在玩是不是 欸這是什麼 雞欸 可口的食物 可以拿來餵史萊姆 弱弱強食的社會阿 終究不會讓我失望 來 我們把這個雞 非常虎雞射進去 喔 直接被吃掉欸 變變 變變出來了 好 基礎都學會了 可以出去闖闖啦 帶著求知與善意阿 有什麼地圖之類的阿 有欸 怎麼出去闖阿 總之這裡就是我們的大本營吧 然後我們就是可以在這裡賣東西 好 往下是一個紫色的區域 反正就是抱著求知的態度嘛 哪裡都可以去吧 開放世界嗎 洞窟 現在不能進耶 總之我們先到原野上到處探索吧 我已經看到好多種史萊姆 突然蹦出來耶 怎樣不可愛 他們這天真無邪的笑容 讓我想到那個誰阿 波克祭司 唉唷這個也是 這也是水果 蘿蔔 蘿蔔也是可以阿 喔喔好多種喔 還有兔子耶 兔子史萊姆耶 可是我的包包好像滿了 我先回去放一下東西好了 不知道一個可以養幾隻耶 我們這樣算虐待動物嗎 欸欸 為什麼會有小雞阿 超可愛耶 雞媽媽出來跟她打個招呼 像是棉花糖 好可愛喔 有點不忍心危機阿 放這麼多隻是ok的嗎 蘿蔔你們吃嗎 吃不吃吃不吃 如果要造一個新的牧場 250塊阿 來來來 先見了 你看一切都是那麼的 可愛和諧 這兩隻還疊在一起耶 欸有螢火蟲耶 好多種喔 綿兔史萊姆 他會跳 所以我們等一下那個柵欄要 增高一點 這個要了 好可愛喔 我要大隻的 當史萊姆吃下雨 自己不同種類的結晶石 蛤? 剛史萊姆吃下雨 自己不同種類的結晶石 就會變成大型的 然後按就可以把它射得很高 蛤?可是我想要 我想要把它吸進去 我不能吸這種了耶 我只能抓小隻的 扁扁 不用在這裡吸 唉唷 他變大了耶 他吃到別人的屁 他吃到別人的扁扁了啦 扁扁不能亂吃耶 我來多抓一點 兔子 兔子 不要再跳了 兔子 這邊好像 有什麼特殊的東西耶 他那個湖水 反射的光也做得非常的好 寶藏球 What? 設計圖 可以自動瞄準 焦油怪的防禦大炮 焦油怪是 邪惡神物的意思 唉唷 俗頭 嘿你好 在看月亮嗎? 被我抓到了 唉這個是那個嗎? 剛剛講到的焦油怪是嗎? 幹嘛幹嘛?你要拉著他幹嘛? 他們在攻擊他耶 好像不太妙 晚上的世界有點可怕 他有沒有會吃耶 好啦 回家了 這隻好大隻喔 巨型螢光史萊姆 他要吃水果 他有個標位 感覺是要餵他喔 我們真的是披心待躍的 在工作 他們吃什麼阿 他們不吃雞 那可以跟雞養 中 可以跟雞養在一起 哈哈 有點太 人口密度太大啦 我的天阿 這怎麼呢? 螢光是吃水果的 不知道這樣亂放有沒有什麼影響 來啦來啦 你們在等食物是不是 喔喔喔喔喔 跑出來了 好像很缺食物 跑出來了 阿他們吃到 阿是不能吃到別的種類的 會變大阿 完了 被我亂蓋一通耶 喔喔我大概知道了 欸這螢光的都跑出去了 我剛剛研究一下 為什麼他們會變大 然後還有他們可能會有的危險 就是一般的史萊姆就是小小隻的 對不對 如果他們吃了 跟自己顏色不一樣的便便阿 就會變成大隻 那大隻的好處是有他的好處 大隻的好處就是 他可以有 他的食物來源變得比較多種一點 他想吃的東西 就不會那麼挑嘴 但是呢大型史萊姆有一個缺點 一個危險 就是 如果他可以吃下第三種 顏色的便便阿 他就會變成剛剛那種黑色的怪物 黑色的怪物就很慘了 黑色的怪物就是 會把所有史萊姆滅掉的存在 總之我們現在要先 好好管理我們的農場 然後這種兔子史萊姆 也會想辦法逃出來 所以我們今天要先賺足夠的錢 去加高這個護欄 沒辦法 這就很麻煩 然後大型史萊姆的缺點是 他吸不進槍裡面 所以你要管理他就很困難 像我把他放進來對不對 他可能隨時都會再自己 飛出去 都是有可能的 我們現在先 專心把這一欄 這一窩跟這一窩 給管理好 總之先賺錢阿 我們還是要按部就班了 這些扁扁最好都吸乾淨 不然他們要是吃錯了 就 我的牧場就毀了阿 他如果剛剛在吃的話 我覺得我就 可以啦賺錢是蠻快的 所以 想要加高應該是蠻簡單的 260我看看阿 我們先加高一個護欄好了 還有音樂盒 降低返躁度 氣網 頂部的立場 遮光罩 我每一隻都有自己的一種特性阿 不容易不容易不容易 來啦先買這個 加高加高 哇 雙城公寓 你們都給我進去 那我覺得 這些雞就 只能說抱歉 我們現在要 努力管理著 之後再幫雞開一個牧場 先拿去餵 好 價目表 每天都還有價目表 跟股市一樣 紅色的12塊 然後 有螢光的扁扁43塊錢 然後我們想辦法把第三個蓋好 然後來抓螢光史萊姆 所以食物肯定是很重要的 三種食物 肉類蔬菜跟水果 都是很重要 欸 欸 第二個藏寶球 核心裝飾 讓史萊姆快樂 他們如果掉到水裡會怎樣 會死掉 好 抱歉 好 抱歉 好像不能 把他們丟進水裡 帶了滿滿的食物回來了 出去一趟就花了快一整天了 天啊 來 有沒有乖乖的啊 看一下喔 吃 吃什麼 蔬菜喔 蔬菜只有胡蘿蔔了 他們吃什麼 都吃吧 記得他們都吃 欸 還跑欸 他們還跑得出去欸 這上面這隻是想怎樣 多吃點 多吃點 真的 免費吃到飽 喔 很多很多 所以一直餵 其實他們就會一直吃欸 跟魚一樣 都不知道寶在哪裡 然後 這邊也是 趕快吸 趕快吸 阿 吸錯了 不要進來 不要進來 真的 很困擾 吸不下 吸不下 先去賣 他有沒有可以儲存的地方 等他價格好一點再賣 這攻擊好帥喔 特別老 特別大隻 特別大隻欸 他們都想跳起來 然後我要再建立一個新的 這邊的感覺不只要加高 然後還要有個 氣王 這樣他們才飛不出去 但我現在錢還差了一點 先去賣一下 這樣到底能不能賣出 欸可以耶 原來是要射得夠準 有這個氣王 天花板 我們就可以 抓那個 螢光史萊姆了 沒問題 為什麼還出得來啦 還想跳阿 我覺得他們好像還是跳得出來 好危險 先去抓一些螢光史萊姆 欸會長回來欸 那就沒事了 我就放心了 這些菜都會再長回來 可能是一天會長回來一次 食物不缺了 我一直很擔心他的資源是 有限資源 就很麻煩 但是還快長出來 沒錯沒錯就是在等你耶 蔬菜 蔬菜水果多一點 兔子跟螢火蟲的 他們的比較 他們的扁扁比較值錢 對啊 你看這就是32塊 32塊掉在地上 巨型粉紅史萊姆 吃什麼阿 他不能吸耶 他好像是一個NPC的感覺 這裡有個死亡欸 骷髏桶 這好酷喔 螢光喵喵 好酷喔 欸好像會攻擊耶 欸不要跳下去 跳下去就死掉了 欸不要下去啦 不要下去 這攻擊也是蠻 poor的 水甘藍 有什麼用阿 喜歡他的史萊姆 有兔子史萊姆 兔兔史萊姆喜歡他 沒問題 今天目標是 當他們建一個完善的家 錢要多賺一點 欸不要亂跳捏 我的兔兔 剛回家看到有人在搗亂 不要吃 真的是很故意 跟貓一樣 不要跑不要跑 飛不了了吧 不要吃不要吃 不要吃 有點麻煩 那隻大兔子 要把他趕走了 因為他會生出黃色扁扁 就有點麻煩 過來過來 帶出去 驅逐 我的小粉紅 越來越少了 欸他們也有生欸 喔好漂亮的扁扁 藝術型扁扁 發光扁扁 文化遺產 文化遺產 幹嘛幹嘛你們 都很喜歡疊在一起阿 我的天阿 很難管欸 跟安親班的小朋友一樣 喔第三個 螢光結晶 三十二塊 不要跑出來便便好不好 很難清欸 有啦我們有一千塊了 這兔子這一龍還是要 還是要重點管理一下 幫我買一個 天幕 來啦放個音樂盒 需要嗎 他們需要嗎 結晶收集器 會自動定期吸取最多兩種結晶 好像蠻重要的喔 然後這個是自動衛食 我們現在自動衛食先不用想 我們食物來源還沒那麼穩定 但是結晶收集器是可以買的 我要怎麼拿呢 這邊 現在是零嗎 好我們決定再去一趟 好我們決定再去一趟 這次 想辦法多塞一點 史萊姆進來 15吧 主要是15 這次一直想壞壞捏 這次一直想壞壞捏